今天我們來要跟各位介紹一下有關Hyper-V 提供的一個無共用即時移轉 無共用即時移轉它提供的情境是什麼 情境就是當我們有兩台實體機器 一台實體機器 這台實體機器我們裝好之後 我們又有一個預算 我們又買了另外一台機器 這時候你當然裡面的虛擬機正在運作當中 當然你可以選擇說把這三台都關機 對不對 把三台的檔案都複製到你的USB上面 對不對 那PO出來之後呢 是不是再把這邊再開起來再放進去 再賄賂 這是一種方法對不對 但是這樣的一個方法是什麼 三台機器都被關機 那這種情況是建議各位 如果是公司是有很多人在用的時候 就不建議使用 你就必須要下半時間做 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講公司是什麼 有時候是晚上都很多人 他九點多才下班 那你是不是九點多才好做 對不對 那當然你有時候會比較趕時間 那我們MIS呢 我們講說這樣的一個方案 你可以什麼 線上移轉 就可以透過無共用的方式 把它移轉到另外一台實體機上面 當然現在的一個環境是 我們沒有Storage 就是屬於單機的部分 當然當然要看各位的公司的預算 以後公司的預算如果越來越多 你可以當然就買的設備越來越好 還有越多的設備 你可以完整比較有效率的一個移動 反正這個我們後面會跟各位來繼續介紹 像這樣的一個環境我們要把它移動呢 我們首先我們就要去了解這幾個 無共用即時移轉的時候呢 對不對 必須呢 設定 限制委派 啟用兩部電腦的即時功能 當然在後面在執行 移轉執行中的虛擬機器 那執行中的虛擬機器是我們的主要目的 因為它正在開機 對不對 那當然在後面這個狀態 所以你這三個東西要去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設定 這樣的一個設定 那往上來看 這上面呢有幾個條件 對不對 第一個條件是我們要符合Windows Server 2012 那我們現在2016當然就沒有問題 那再來呢 每部伺服器必須擁有自己 存放虛擬機器的位置 當然這個位置就是本機 這是當然這一定要有位置的 這應該第二段可以不用講 當然它講的是後面的 你可以放在什麼 SMB 這個當然是後面我們會跟各位再講 我們講說如果你放在本機的磁碟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再來呢 伺服器必須要有相同的CPU 你要自己記得一下 相同的廠牌 當然版本可以不一樣 再來一個也很重要的 必須要有一個網域 對不對 那網域裡面要去做設定 設定 雙向有一個信任關係 這個部分 當然網路卡你不能太慢 你如果用100Mate這樣還是要建議 你用快速一點 用1G 知道吧 那現在公司 一般現在環境到天氣已經都已經很普遍了 好 到這裡呢 是屬於上面的條件 條件 底下這裡呢 就是我們要去做設定的 正好 這邊要去做設定的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看了之後呢 我把移動移來這邊 各位呢 可以如果看的時候可以往下看 好 開始來這邊呢 有開始的操作 可以透過他的這個網站說明 底下有一個操作 來開始來看一下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開始來設定一下 要設定這個 無共用機器的怎麼設定 好 首先呢 這兩台機器呢 我們講說呢 我先來把它登錄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呢 我現在是登錄到網域 好 當然這兩台機器都已經加入到網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好 那我們開始來設定呢 當然我們要把我們的網域主控站也要開起來 好 好 這是我們的網域主控站 好 那網域主控站裡面呢 各位呢 要開啟我們的 我們這個也有個 使用者和電腦 AD的使用者和電腦 把它打開來 好 那這裡呢 那一開始呢 我們把這個畫面放大之後呢 那我們要設定要在什麼地方設定 因為呢 我們要透過管理者 就是什麼 這一個管理者是不是網域的控制站的 Administrator 所以我們用網域的主控站的帳號登錄 這一台 server2也是一樣 所以呢 我們在網域主控站裡面呢 我們去找 我們的這兩台機器是加入到我們的網域的 所以我們針對這兩台呢 要做一個設定 好 那第一台呢 我們叫什麼 按右鍵 可以去做裡面的內容設定 好 內容設定呢 這底下呢 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標籤叫委派 好 委派 好 委派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不信任 對不對 這底下呢 信任 服務 直線Curbus 那這底下呢 還有一個什麼 信任 Curbus 還有底下的一些服務 那這裡呢 我們要選的是什麼 信任Curbus 就是網域 透過網域控制站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做複寫的時候有沒有 各位也知道 Curbus的意思就是要透過網域的一個驗證 那底下呢 當然要包含一些服務 所以我們信任這台電腦 這底下呢 有一些服務要把它啟動起來 所以呢 這邊你要先 把它做一個信任 所以這邊要一個新增 好 新增裡面呢 要使用的時候 這裡呢 要去選使用者和電腦 好 那你要去找誰 剛剛我們現在選的是Sever 1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選擇Sever 1 Sever 1 對不對 我們要去選擇誰 Sever 2 對不對 我們在Sever 1裡面要去選擇Sever 2 這台是1 所以我們在1設定要Sever 2 這是Sever 1的內容 我們要去信任Sever 2 Sever 2的哪邊 所以我們要先選擇Sever 2的電腦 好 那當然這邊是有很多 那你當然可以去選擇物件 裡面去選擇 當然這一選的時候會跑掉 會不會只有一個三遠條件會限制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現在說先不要的時候 你就自己用找的 這裡有Computer的電腦名稱 這裡有一個Sever 2 對不對 好 如果不確定的時候 你可以在物件裡面去找 把這個 前面的其他拿掉 但是呢 怕各位拿掉之後 下次再看的時候 怎麼只有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部分呢 好像你如果比較多的電腦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看 立即尋找 是不是針對電腦的部分列出來 你這邊可以去做篩選的物件 好 那我針對Sever 2把它點開來 好 那他呢 會去找我們的Sever 2裡面 我們按下確定 好 這是Sever 2裡面 我們有哪些服務 那當然 在我們的說明文件裡面有寫 第一個是在CIFS 然後在這裡呢 你可以按著 你看 這個按著空白 按著Ctrl鍵 可以 多選 知道吧 好 那我現在選擇下一個 好 他的名稱是 買歸許 好 這一個 這一個 所以我按著 Ctrl鍵 是不是這個選到了 再加上上面這裡選到了 有沒有 這兩個服務要把它加進來 按下確定 好 是不是這兩個服務就加到這邊了 好 這個是針對Sever 1的設定 有沒有 Sever 1的設定 好 Sever 1設定完之後呢 當然我們現在確定之後 把它存起來 我們要針對Sever 2 跟剛剛的動作是一樣的 只是呢 Sever 2裡面要去選擇 要信任誰 Sever 1對不對 好 這邊呢 按下新增 一樣 我們這邊電腦的部分 這邊是 這邊呢 他還是 另外一台電腦 他會幫你全部列出來 我們一樣 來 搜尋 找到我們的Sever 1 Sever 1 按下確定 好 一樣呢 找剛剛這兩個服務 好 兩個服務 然後呢 按下確定 我也按Ctrl 才多選 所以呢 如果沒有沒關係 你一次一次加都可以加兩次 一次做兩次 所以這裡呢 是什麼 Sever 2G信任 Sever 1的這兩個服務 這個服務是什麼 Migration 就是搬移的服務 你知道嗎 就是Hyper V的 Virtual System 虛擬機器 的一個 搬移的服務 要能夠信任 兩邊要能夠互相信任 所以我才能夠把檔案丟過來 丟過去 這是它搬移 那這個是它一個格式 這是一個檔案格式 檔案要能夠搬移的服務 所以這兩個服務呢 就是喔 要信任這一台機器 這個虛擬機器的檔案 能夠呢 到第二台 兩邊可以互相信任 好 這樣呢 基本上就 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的一個服務 的設定 好 那這個服務設定 設定好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做什麼事情 我們再回到 我們的呢 我們的Sever 1 跟Sever 2 第一個 我們的 新人關係 第二個 要把 這是在 網域 控制站 要去設定的 第二個呢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要針對我們的 這兩台機器 兩台實體機 哦 好 要設定什麼 它的即時移轉 要打勾 這個即時移轉呢 你要把它啟動起來 它的內定呢 是沒有啟動的 所以說呢 你現在就算你這樣嘛 把它設定 一樣是不行的 知道嗎 所以呢 前面已經設定好了 我們呢 還在做之前 你就會看到 這一個 我們可以按右鍵 在我們講 現在是Sever 2的 裡面的虛擬機器 對不對 在我們的Sever 1裡面 底下呢 它有一個功能 叫移動 好移動 我現在還沒有設喔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移動 移動什麼 移動虛擬機器 好 我要問各位 第一個動作移動虛擬機器 可不可以移過去 如果移了可不可以工作 虛擬機器 是不是這個設定檔 對不對 那設定檔我們講說呢 我把它移到這邊來了 這邊能不能找到Sever 1的檔案 是不是找不到 因為檔案在他家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今天只移動虛擬機器 這樣的功能是沒辦法成功的 所以你必須要移動什麼 虛擬機器加上那個存放動作 兩個都要同時從這邊移動到這裡 是不是這個虛擬機器 會抓自己的檔案 這台虛擬機器會抓自己的檔案 你看它的設定裡面 會去抓 這個C槽 對不對 在這台抓C槽有沒有抓到這個檔案 這台現在沒有檔案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C槽 然後 我們的Hyper V裡面的 有沒有 有沒有 RK001 這裡沒有 對不對 所以它找不到 這樣才也是吧 所以呢 它在移動的時候必須要什麼 把兩個 虛擬機器設定檔跟虛擬機器的存放裝置 要一起移過來 這樣才能夠正常的運作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試試看 那移動的時候呢 我們要將什麼 虛擬機器的所有資料 移動到單一位置 單一位置就放在同一個位置 地方 好 這邊呢 我們來移 好 那你要選的是什麼 資料夾 對不對 那資料夾 移到什麼地方 有沒有 那這樣可以移嗎 好 這裡看看 可不可以 它移到什麼C槽 對不對 它是移到C槽 有沒有 但是它移過來的時候呢 它是找不到 有沒有找到對方 找不到 所以它裡面呢 這裡有好幾個一個設定 將虛擬機器移動到其他位置 你可以看看 好 再等一下 這地方我們都可以點選看看 好 好 這個呢 移動位置是什麼 是幫它的 硬碟檔 設定檔 檢查點 跟分頁有沒有 這些跟單一檔案的位置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呢 你可以分別放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你可以去做手動設定 好 它呢 也是要讓你去選 選擇位置 瀏覽 一樣要去放 好 當然呢 你可以看到這樣還是不行 對不對 好 只移動虛擬機器的硬碟檔 這個硬碟檔 好 這個在移動的時候呢 你看 下一步 好了 瀏覽 它一樣是在這邊 好 那你看呢 它一樣能不能移到這台機器 因為你看它一開始 就是有沒有讓我們選擇我們要的伺服器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說回到這裡來 剛剛你又聽我老師講對不對 移動虛擬機器的存放裝置 這個呢 是不是移過來 但是沒有地方可以選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剛剛有提到什麼 要把虛擬機器跟硬碟檔 是不是都要移動過去 但它沒辦法移啊 所以你現在目前只能做什麼事情 移動虛擬機器 對不對 好 那移動虛擬機器呢 因為我們透過這個關係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動作 你們看到第一個動作 為啟動即時移轉 對不對 這個是我剛剛提到這邊的說明 有沒有 即時移轉要先打開 你才能夠做下一個副作 能不能移這是另外一件事 對不對 你這個要先能夠啟動 這個啟動才能夠代表能不能移 好 所以說呢 你沒有啟動的時候 我先把它關閉 我們這個設定先關掉一下 好 那這裡的設定在哪邊 在我們的Hyper-V設定 正在這一場 Hyper-V設定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有一個叫複寫的設定 對不對 好 這上面有一個 怎麼看到這裡一個即時移轉 對不對 沒有勾 沒有勾 所以你要把它打勾 好 那這裡呢 有沒有看到 並行即時移轉2 代表是什麼 我可以有兩台機器 知道嗎 兩台機器來同時移轉 這樣同時嗎 好 那連路即時移轉 使用任何網路可以移動 有沒有 你要選擇這個 或者呢 因為呢 你要成立說這台機器 你可以把它IP加進來 這樣你可以限制這兩台機器再移動 那這邊呢 你要去選擇 我們現在當然我們目前選擇這個 你在管理在內部網路的話 如果你安全性再高一點的話 把IP設定下去 要設定 這裡要設定誰 設定他 知道吧 好 那我們現在選擇這個 好 按下確定 這邊就這一台設定好了 那我們要設定什麼 第二台 一樣的步驟 好 好 是不是有即時移轉 一樣要打勾 一樣要選擇 好 這個部分 我們先停在這邊 好 我們按下確定 好 那我們回到呢 剛剛的步驟 我們剛剛呢 一樣的要去做移轉 對不對 一樣他 按右鍵 做什麼 移轉 移動 好 移動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選擇 這叫移動吸引器 然後呢 按一下呢 下一步 好 這裡是不是 可以往下一步了 剛剛第一個步驟就是 沒有啟動即時移轉的功能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啟動 所以就可以下一步了 那下一步你會看他上去 指定目的地的電腦名稱 好 那這時候就說 我要選擇這一邊的電腦 我是不是要1 121要移到122 所以我要選擇2 122 對不對 好 按下確定 好 我把選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按下下一步 好啦 這時候呢 是不是才有 檔案的位置 對不對 虛擬機器 是不是在移動的時候 是不是才要去選擇檔案位置 對不對 剛剛你是選擇檔案位置的時候 有沒有 你有沒有 要選擇機器 要放在哪一台機器 沒有 所以這邊呢 當你在選擇虛擬機器的時候呢 他會幫你設定說 你要選擇單一 剛剛這三個地方 我們也讓他各位看不過 對不對 那我們選擇單一位置移過去 移過去 好 目的地的位置 對不對 我們可以去瀏覽 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是哪一台電腦 你就跟他 這是目的地的電腦 就不是本機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透過網路 是不是就可以呢 我們的一個什麼 信任關係 電腦機 是不是就知道說 這台電腦有 可以連得到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點的C槽 當然你可以選擇D槽 對不對 這個HyperV 好 按下選擇檔案 資料夾 好 這邊呢 位置 當你設錯的話 它就會放在不同的位置 好 那我們回到上一層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移動這個目的地 你會不知道位置怎麼去移動 你可以選擇這個來看 這個喔 來 對這邊齁 不同位置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不同的位置 來有沒有看到 這裡呢 這裡呢 是不是在K001VHD 是不是放在C槽的HyperV K001VHD 對不對 我們要移動到 下一步 目的地 有沒有 好 我們來選擇C槽 欸等一下齁 C槽 HyperV 我剛才是選到這邊啦 按下 選擇資料夾 就是在這邊 好 這邊的位置 是不是有沒有K001V 沒有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喔 我再往下一下 看摘要 它的心理機器會放在C槽的HyperV 有沒有放到K001的位置 沒有 所以你檔案可以移過去 沒有問題 你知道嗎 都可以運作 但是你是不是移到你指定的位置 我們指定位置 是不是告訴各位呢 我們習慣 是希望各位是不是放在這樣的一個位置 我們是比較好管理 對不對 那剛剛的做法呢 他會把檔案放在這個外面 是不是這樣 所以呢 高於移動成功的同學 你看看你的檔案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什麼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當然我們要回上一頁齁 我們等一下呢 正確步驟 回歸了正確步驟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來 好來 那這邊呢 自動移動虛擬機器有沒有 這樣會重複使用者來源上的設定位置 將虛擬機器 有沒有 項目移動到目的地點 對不對 這裡呢 好 好我們就看一下 看一下這裡 以連結有沒有 目的地位置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這邊上面呢 透過這邊有沒有 虛擬機器位置 當然這是單一檔案 對不對 當然這個是屬於什麼 底下是屬於可以換的 但是說這邊 第一個是單一 第二個是什麼 你可以選取你要移動的位置 但移動位置裡面呢 又多了幾個 這三個功能 讓你去選 這裡呢 可以讓你分開 第三個可以讓你分開 所以在虛擬機器在移動的時候 你當然 針對移過來的資料夾的檔案 其實移過去 它放在什麼地方 都可以運作 這樣知道嗎 只是你會找不到 這是我們一直在跟各位上課的時候 一直跟各位講 好 那我們來看看移到這邊來 這邊的目的地位置 好按完成 好 有發現一些錯誤 我還是沒成功 稍等一下 那是根本的關係吧 對 看那是2012 好 剛剛在這邊 其實呢 同學剛好注意 來這邊 我們還有一個即時移轉 裡面有一個境界 這個境界部分 剛剛那個錯誤 你看 這邊境界裡面呢 它裡面有一些 這邊有驗證方式 有沒有 我們驗證是不是透過CURBUS 對不對 但是它內定的是什麼 透過這個什麼 認證安全性資源提供者 對不對 所以你要選擇CURBUS 好 如果這邊呢 你沒有選擇CURBUS的時候 它會找不到 不知道知道嗎 它的驗證方式不對 所以呢 也是不行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地方 都會再檢查一下 好 那當然我們在影片 在這個說明書裡面 它這個版本應該是屬於這裡 在這裡有沒有 它這第一頁就有 可以看得到了 好 應該這個是2012的樣子 好 這個畫面 那我們現在2016 它可能要放到下一層 好 這個地方注意一下 好 來 我們繼續按一下 存起來 這邊呢 設好了之後呢 當然另外一邊 也要再設定一次 這邊要再設定一次 好 這裡一樣嘛 設定CURBUS 好 按一下確定 好 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移轉 好 再移動 好 我們剛剛選擇虛擬機器 Server02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選擇我們剛剛選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 好 選擇第一個 自動 好 我們來按完成 好 看看它會把它移過來這邊 好 看看它的位置 C查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這裡下呢 有沒有看到 它多了一個資料夾叫P001 之前沒有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它會幫我們移動到 跟它原來的位置一樣的 好 那 在這邊 就會有這幾個資料夾 好 那我們等候它移動一下 我們就先暫停一下 來 這裡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剛剛它就移轉過來 就移到這邊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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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成功的話呢 它也一樣再繼續執行 好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去做一個PIN的動作 如果你PIN的話 可以看一下它的一個狀態 好 那這個章節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